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个朋友跟我们留言啊 他说他是租了一套 一个套房 一间套房 那现在呢最近大家都知道LA还是蛮冷的 那现在冬天呢 所以他平时在家里会经常的开电暖器 可是房东呢 最近要求他每个月要开始分担电费了 但是之前的电费呢 都是包含在租金里面的 前合同的时候呢 也没有说啊 这个要和房东一起来分担这个电费 所以呢 他在这个 他说他的合同还有三个月才到期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之下 他该怎么做是要分担电费呢 还是跟这个拿着合同跟房东据理力争 好了那每个律师呢 都有自己擅长的专业呢 今天为了这个题目呢 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律师 名字叫做杨力 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赶快把我们的杨律师 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哈喽杨律师你好 欢迎来到无视不得三宝店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杨律师 哎杨律师你好你好 像这个租房子的问题啊 之前没有分担电费 他现在突然要求要分担电费 可是合同里面没有写明 那站在这个租客的角度 你会怎么建议他呢 OK首先这种情况哈 首先还是要看一下房子的地位位置在哪里 因为不同的这个房子哈 他们所在的地区可能有些不一样的规定 那么一般来讲在LSCD它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如果说除开LSCD以外的地方呢 假设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哈 在Gabriel这边或者是Roland Heights这边呢 那么这边的房子的话 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那么上这种合同如果说里面写明了房客不需要承担这个电费的话 那房东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呃 就是这样理由哈 去要求房客去承担这个电费 尽管这个因为这个暖气的用电导致的这个电费的增长 那么只要说在合理的范围内 那其实也是房客的一个权利 因为合同的时候如果说上面写的是房东要承担这个电费的话 那那房东就应该知道在冬天的时候 那这样的这个暖气是必然就会增加的这个电费 所以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 他们双方都能够预料到这个情况 那真正到了冬天的时候那房东也没有理由要求房客去承担这部分电费 所以我建议这个房客哈 如果如果说他是在la city以外地区的话 那他可以好好的和这个房东去argue一下 那么这边尽可能的就是说 当然最好还是减少这个冲突哈 因为现在房东房客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经常会有一些矛盾 那么其实最终都会导致两败俱伤 那么我是建议这个房客可以和这个房东商量一下这个电费怎么支付 因为我相信这个电费倒也不会特别特别高 但是呢就是说尽可能的还是去一个协商的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嗯明白了明白了 杨律师讲的非常的这个专业啊 那我们稍微细问一下 您刚刚说到如果他是在la city 也就是说他是在la city的这个邮编的部分 你说会比较麻烦 他麻烦在哪啊 对他麻烦主要是呢 就是说其实la city是更一般来讲是更加保护租客的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 那这个规定是要取决于这个房子的具体的这个这个状况的 有的房子比较老 有的房子比较新 然后有的房子它的结构不一样 比如说它是一个single family 有的房子是一个condo 对不同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内型 它也有一些不同的规定 所以一般来讲在la city里面呢 房东和房客间的关系其实更难处理 然后但是一般来讲是偏向于房客的 所以房客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OK 那所以按照这个话题我们继续的话 就如果是要租在la city的这个租客 或者说是房东 他们当时在签订这个租赁协议之前 是不是这个合同应该签得更加的仔细一点 避免之后造成这样的麻烦 是的 一般来讲其实可以这么说吧 无论是在l city还是在其他地区 其实我们都建议和合同写的详细一些 所以我猜测好我没有见过这个合同 那有可能这个合同其实是分中文协议 或者是写的很简单 那么就可能一页纸两页纸就写完了 那很多时候其实是这种 这个写的不明确 其实房客也没有占到特别的好处 我刚刚的一个假想是这个协议写得非常清楚 那么所有的电费都是由房东来承担 那这种情况下肯定很清楚 那么非常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疑点 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模糊的地方 那么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房东承担责任 但如果说有的时候这个合同呢 它的这个语句好像写得不是特别清楚 那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这个这个争议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在建议这个房东跟房客 或者是房客跟房东签协议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仔细看里面的这个条款 现在的这个加州 他对这个这个租约的这个要求越来越多 所以所以我建议哈就是他们双方就是一定要仔细的看 这个协议怎么写的 然后像如果说这个标准版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现在起码都是有个五六页的 所以如果说你们手上还是拿着一两页的这种 很简单的这种协议的话 那肯定是不完成的 对双方的权利的保障都不够啊 所以这个其实你这个说到点上了 很多我们这个华人租房子啊 甚至还有口头协议的 甚至还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你写一写的不清楚 也有好处 到时候双方反而不会相互牵制 但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的话 律师专业的意思 这个合同就是能清楚尽量清楚 一定要清楚 因为如果说模糊的话 只会导致争分 不会导致这个 你如果说是一开始写的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点都要清楚 但是大部分点哈都是要清楚 所以大概有哪些点你觉得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的 哪几个点是一定要 基本上这个要写到的 ok 因为我们这边做这个房东房客的话 那么大家都知道加州其实是偏向于保护这个租客的 所以要写得清楚这一点呢 大部分都是从房东的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么因为房东如果说面临租客不叫租 或者是像疫情那种气垫 那有很多这样欠租的一些租客嘛 对吧这个我们都清楚 所以那房东其实会承担很多很多这个损失 没错 然后像有的时候比如说租客在屋子里面抽烟或者是吸大麻或者是羊宠物 那么这个时候房东他可能如果说这个协议写得不清楚的话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 比如说哈就是这个这个房子它是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 就是一种就是独立屋 独立屋没错 然后呢那这种房子其实是在这个驱赶上面是受到很多豁免权的 就比如说这个可以减化这个驱赶流程 但是呢因为很多房东他不知道这个独立屋有这样的优势 那么他们就没有把这些法律规定的条款写在这个租约里面 这个独立屋就丧失了这个优势了 如果说这种独立屋还有condo 那么他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在这个租约里面写上法律规定的那些条款 那写上之后他们就享有这个豁免权 享有这个优势就可以加速或者是减化这个驱赶流程 哦就是你写清楚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个拖很久 如果要赶赶走一个老来房客的话 对没错 然后不只是涉及到驱赶 有的时候责任问题上面这个租约也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哈这个租约里面 比如说这个房东里面游泳池 然后那其实游泳池的责任在这个加州也是很严格的 当然那当然有些责任是必须要强制要求给房东的 就比如说必须要装维护措施 如果说你们把这个房子里面这个游泳池租出去的话 那这个游泳池必须要采取一些这个维护措施 它不能够没有这个fence 或者是没有这种就是围栏 因为如果是有人不小心湿水掉下去了 那房东可能是有责任的 嗯明白明白 看来里面的这个细节还要按照个人的case来决定 就如果他是一个房东 他决定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 那他的房子类型是什么 他房子的结构是什么 他房子里面有一些什么隐患 其实照理说一个好的合同都要写到 那最后问一下 那像你们这样律师的话 那有些人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租房子那么小的事情 拿一个模板随便改一下名字 写个合同就可以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到我们专业的律师 帮我们单独起草一份合同呢 可以的 嗯 律师来协助这件事情的好处主要就是在于律师知道你这房子的情况 嗯 说你这房子是一个这个single family 或者是是一个appartment对吧 或者是是一个duplex 啊 还有就是说他知道你房子里面有一些就是 呃隐患 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游泳池 嗯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他就会写在里面了 嗯 那么他还有就是说 呃一般来讲房东呃 呃有的时候房东找上我们 他会他已经知道这个租客是谁了 这租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比如说这个中国人 嗯 是不是要准备一份中文协议 那是一个就是西班牙语的说西班牙语的人 那是不是要准备一份西班牙语的协议 哦 多余种 会有一些对租客呃就是 那有点那种定制的感觉 好 还有就是说这个租租出去的呃这个房间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他们租整个整一栋对吧 嗯 整个都租给他们 有的时候租一个小间 对 有的时候租一个是attached的这样的一个house 嗯 对它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好的 那我们稍微展开了一下啊 那在这边呢也是建议这位朋友呢 呃 我们的律师觉得说这个 你的这个问题呢 还有三个月到期 如果不伤核气呢 呃 就承担的电费不多呢 你就承担一下 那如果说合同里面没有写清楚的话呢 呃 你也是有自己的权利 那当然了可以借助我们的平台呢 如果说你要线下联系一下我们的梁律师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Google 我找一下我们梁律师的电话啊 也可以给你再看一下这个合同